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科幻悬疑短片 谢谢你的回忆 本片探讨的是一个人生问题 经历和记忆与你而言 哪个更重要 卷毛正提着两大袋东西准备回家 这应该够肥宅活一个星期了 路上擦肩而过的行人令他气恼 东西散落了一地 就在捡东西的时候 卷毛注意到了面前开过来的车 神秘人从车上提着两个小包 走进了旁边的一家店 店铺门上挂着免费旅行的字样 免费旅行谁不想要 卷毛带着疑惑走进去 看到了满屋子的相关书籍 和墙上挂着的一张相片 经历就是一切 稍等片刻后 胡子哥走出来表示歉意 说自己通常不会让客人等这么久 并邀请卷毛去屋内谈谈 卷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也提出了不少对于这次旅行的疑惑 真的真的是完全免费的吗 包括吃喝住行 胡子哥突然有点不耐烦地回头说 是的 一切 意识到自己态度有点不好后 他立马又道歉 说自己总是被问同样的问题 所以有点暴躁 卷毛也表示理解 在进入屋内的路上 有很多小房间 还有男人提着皮包出入 卷毛对此充满了好奇 但又不敢多问 突然提取室里传来了奇怪的叫声 把他吓了一跳 胡子哥只是安慰他说 没事 进入房间后卷毛开门见山地问 有什么条件 胡子哥也很直接地告诉他 一个不能称之为条件的前提 就是在旅行回来之后 他不会记得任何事情 可是无法记得旅行中的事情 那这趟旅行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要看个人重视的是经历 还是回忆了 三岁之前的事情 应该没有任何人会记得吧 但那段经历 无疑是造就个人的重要因素 这也就意味着回忆对于经历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 还有很多人会把这段回忆的缺失当作一次特殊的自我释放 用最快乐原始的方式表达自我 相应的 胡子哥会保留这段记忆的所有权 将他们出售给一些收藏家之类的 但是具体细节不方便透露 突然胡子哥的同事带着卷发妹走了进来 很明显卷发妹也是他们的客户 同事很抱歉地说以为他们已经完事了 胡子哥回应道我们今天稍微晚了一点 大爱同事走后 卷毛毫无有意地同意了这场交易 胡子哥拿出相机给他拍摄用于表格的照片 这道闪光却似乎突然刺激到了卷毛的记忆 他回想起了之前经历过的很多事情 刚刚那个卷发妹似乎是他在旅途中相识的恋人 这也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免费旅行社 白剧过细 卷毛已经没有了浓密的头发 他却仍然沉迷免费旅行 无法自拔 真是致命的诱惑呀 大脑空空却拥有别人无法匹敌的经历 和平凡却充实的人生 你又会做何选择呢 好啦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啦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